來各位 要看的呢 叫做呢 有關於 翻轉這件事情 在 屬府看了四篇文章 開學第一次 也看了四篇 今天另外三篇文章 常常要告訴你的 是一些你知道 但是忘記的事情 也許第一次屬府 上課的時候讓你讀的文章跟你講一件事 要學會自己讀書 你才能夠勇敢的 動嘴 開口問別人 遇到不懂的時候 能夠討論 而 在開學的另外一堂課呢 就是這一所謂的第二堂的翻轉 告訴你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 我們到底要如何 讓你有某一些的能力 然後這些能力 才能夠讓你踏出校園之後 有美好的人生 而不是在台下 只會傻笑 當你在校下去的時候 你就準備到外面的走廊 自己知道我是不是在講你 而今天的話呢 第三堂要告訴你的是 學校生活 結束之後 踏出了校園 你面對的社會的現況 社會的現況 叫做就業 就業有很多 避不了的事情 先來看看第一篇文章 政府給的數據 而政府給的數據 如何了 很多數據會用圖表 但是有問題的是 政府給的數據 常常呢跟我們人的感覺 差很大 所以是政府給的圖表亂給嗎 還是他做了很多的修飾呢 實際上你要知道的是 很多的數據的處理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而這一些不同的表示方式 我們可不可以把自己不想要的因素 把它給拿掉呢 是可以的 拿掉了自己不想要的 讓結果讓圖表更好看 科學家有時候會資料造假 難道政府就不可以把一些資料 做一些的調整嗎 把一些可能關鍵的因素把它拿掉 讓最後呈現出來的叫做 人民的感覺 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政府跑出來的數據很漂亮 所以該文章就告訴了你一些寫實 而這一些寫實的話呢 如何的呢 看起來叫做好像 我們錢很多 但是我們錢真的很多嗎 他的字實在有夠不好看 他如果啟用編輯會是如何呢 喔好大 所以呢第一個貧富差距很大 你可以發現呢 最有錢的跟最窮的如何了 最有錢的 跟最窮的 他都各取錢 五趴 差距越來越大 差距越來越大 你可以發現呢 這裡除了民國一百年為例 五趴的收入四百多 另外五趴收入四點八萬 貧富差距很大 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的財富集中在有錢人的身上 有錢人身上呢 那一些除以所有的人 看起來數字很好看 大家的平均年薪差不多 或者大家平均的年薪呢 數據很好看 實際好看嗎 集中於有錢人的身上 那個叫做財團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窮的人越來越窮 所以也造就了一件事情 貧富差距很大 想要藉由教育做翻轉 階級的流動容易嗎 很困難 有些人努力到頭 最後還是無可刮牛 就好像22K 在台北活得了嗎 不可能活不了 在彰化呢 叫做22K 就感生小孩嘛 很困難 補習費就沒了 教育費就光了 怎麼感生呢 政武說我們的薪水好像很好 22K 23K 我們每年的基本薪資都在調 很好調嗎 每次都有人去抗議耶 勞工階級抗議你調的太少 財團各種商業團體抗議你調的太多 所以這裡說的薪水呢 不管是如何他說沒有增加 而且有一點下降 但更淒慘的是 就算薪水持平 我們能夠買的東西有變多嗎 沒有耶 因為我們的物品的單價都變高了 所以我們實質的購買能力是下降 所以一則呢 錢沒有賺的比較多 二則能夠買的東西變少了 三則他說了 我們企業不是都說會賺錢 給員工薪水少一點呢 才能夠賺錢 企業有賺錢耶 賺的錢跑去哪裡 有可能給勞動者加很多薪嗎 不容易耶 因為勞動者加薪就叫做給員工加薪 董事長股東們 願意嗎 不願意耶 所以分給誰呢 分給資本家 分給了資本最多的叫做外資 誰賺去了 外國人 因為外國人的話呢 叫做呢 他是那一家公司最大的股東 企業賺的錢 不是給我們這些老百姓 而是給誰 給外國人 所以你說如此的狀況 薪水沒有變高 東西變貴了 我們真正消費能力有成長嗎 消費能力沒有成長 民間的消費沒有成長 政府的建設沒有增加 有可能造就更多的就業人口嗎 更多的就業機會嗎 不容易耶 投資 國外的錢過來投資 當大選的時候有戶盤 全部呢都不會下降 但是呢 選舉完呢 有時候都叫做呢準備有其他的狀況呢 炒完股票 錢拿了就準備落跑了 所以呢這樣子的投資 常常是被受限的 而貧窮的老百姓投資呢 有多餘那麼多錢投資嗎 不容易耶 所以說每一個股民拿到多少錢 真的是股民拿到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嗎 被大貨 被那個大的 有錢的 外資 獲得大戶的有錢人家 財團等 賺走了 散戶都買 是被坑殺的 那你說我們的企業 真的賺錢很容易嗎 說坦白的也不容易 企業 東西總要賣給別人 我們賣的東西有比較好嗎 沒有比較好的話 別人願意跟我們買嗎 一樣都叫做呢 賣鋼鐵 中國大陸的單價低 為什麼要買我們的中鋼鐵 買便宜的就好啊 除非我們的值 比別人好 值一定有比別人好嗎 如果有就叫做現在的iPhone 6 iPhone 6s 然後有人在測 三星跟台積電的 續電能力不一樣 不一樣 台積電的比較好 所以大家要買台積電的 但是外觀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生產值 比較好的產品 如果有 我們出口才能夠呢 有更大的幫助吧 但是這一切需要靠什麼 靠著大家 必須要知道一件事 要能夠創造出 跟別人不一樣的產品 而不是只是在做白工 什麼白工 一天到晚都在加班 老闆認為你加班是好事 但加班一定代表你做了很多 對公司有良好貢獻的分內工作嗎 不一定 因為我們加班常常是怎麼了 工作效率很低 你 如同呢你去哪裡 你去呢行政的一些單位 去很多的 政府的單位 八點去沒有人辦公 九點去有人還在吃早餐 也許等到十點他們才開工 十一點半去沒人理你 因為他們有人去買便當了 一點去沒人理你 因為很多人在睡覺 你也不好意思幫他叩叩叩叩 兩點去三點去 才是他辦公的時間 所以效率高嗎 很低 誰敢對那些人講出實話 很困難 大家只好加班 所以公司如此 政府單位如此 我們加班真的都 確確實實的在奮鬥嗎 沒有 我們都在幹嘛 自欺欺人 根本沒有努力在 做分內的工作 而老闆也在自欺欺人 就說員工很棒都在加班 所以呢 大家都有一些知道的事 卻沒有說出來 所以這裡說呢 如果呢要加班肯的原因 第一個叫做能力不足 所以需要加班 如果只是短期的幾個禮拜 因為有人突然間的離職 大家應該都會忍耐住 但 能力不足是常態吧 常態的結果 如果加班也變成常態了吧 但每個加班 真的具有十足的意義嗎 沒有 都在鬼混 加越多班工作效率真的有更高嗎 沒有 所以這裡說了 如果組織長時間的 一時的要員工去加班 表示這一間公司 真的沒有去想 到底為什麼缺那麼多能力的問題 這一間公司 老實說叫做不負責任的態度 那你說了 除了這樣子的因素之外呢 另外一個因素 叫做員工也自己覺得加班很棒啊 這個是良好的態度啊 加班真的是良好的態度嗎 你失去跟家人陪伴的時間 真正上班的時間 你正在打混 製造出來的工作效率很低 沒有呢 讓公司呢 有更多的產出 結果你說你加班好努力 老闆就不忍心責怪你 但你真的很努力在做 分內的工作嗎 沒有 一則老闆沒有面對現實 去看大家的工作效率 二則員工沒有面對現實 去說我不想加班 因為我要提高效率 讓自己可以早點回家 所以加班就變成了我們的文化 那你說第三篇文章又說了什麼 再delay個一兩分鐘 看完它 因為這樣才能夠避免 中間會斷掉 那你說 最希望大家去幹的一件事 當醫生當護士 做得很爽嗎 不爽 血淚 醫生血淚護士 血淚勞工 血淚的你們未來都 終將走向同一條路 所以這裡說了 在那個 陳報的時候呢 政府單位就跟你講 他會給你加班費 真的給了嗎 這裡說了 醫院說不會給 政府說給 實質上真的會給嗎 過去的SARS裡面文章有提到 一開始給了 後來跟你要回去 醫生好幹嗎 不好幹 醫生的時薪 每個小時的 賺的錢很高嗎 聽說有人計算過 聽說有人計算過 100元以下 但是月薪很高 十幾萬二十幾萬 因為他們一次工作的時間都叫做 二十四個小時 三十六個小時 三十六個小時 四十八個小時 連續直勤 二十四怎麼撐得了 睡在醫院 三十六小時 怎麼受得了 睡在醫院 有病人要照顧睡在醫院裡頭 沒有病人要照顧躲在醫院的小角落 然後趕快偷偷睡覺 但是有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醫生要不要馬上清醒 所以他們的睡眠品質是差的 他們呢 如果沒有保持清醒 到時候發生醫療糾紛 醫院會幫忙 他排解很多 跟家屬之間的問題嗎 不容易 因為這個叫做 醫療人員自己沒有呢 在上班時間呢 好好的 讓自己很有精神的去處理一些 這一些的 病患的疾病的問題 醫生如此 護士也如此 所以呢 這裡呢 政府單位都說 救人定義要給錢等等等 但實際上呢 給了嗎 看起來有給 實際上又要回去 所以護士 或者現在叫做護理師 叫做呢 內心受傷呢 實質拿到的錢也變少了 不只內心 外觀的他看起來就是一副很累的樣子 政府告訴你救人第一 很重要 但是呢 真正在第一線的護理師 爽快嗎 不爽快 唯有人民團結在一起做一些的改變 這個叫做醫護人員發生的事情 醫生護士 我們看起來很高級的行業都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一般的公司行號 難道沒有其他的勞 值得糾紛嗎 我們更要去思考是如何創造出 為公司賺更多的錢 才能夠願意 公司的老闆願意 給你加薪 那如何讓公司能夠賺更多的錢 就靠著你過去呢 求學過程呢 你的頭腦的訓練 不是別人做了某個東西出來 然後我們跟著做 我們應該走在別人的前面 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然後申請了專利 別人跟我們一起來做 這樣才能夠真正為公司賺更多錢吧 因為你有專利 別人用了你的智慧 要付智慧財產權 所以呢這裡呢 講的東西呢都叫做呢 當你踏出社會 你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呢 過去呢 有一些文章讓你看完要討論 譬如第一次問你出社會必須具備的能力 第二堂課的翻轉 讀了一些文章 問你說 那學校到底要如何幫助你踏出社會具備有該能力 而今天 待會要你討論的問題呢 就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踏出去了 如果你真的踏出去了 你邁入了職場了 你到底你感覺到的幸福感是怎麼樣 為什麼 這裡有兩個問號 第一個問號是你感覺的幸福感是上升或下降 第二個問號才是原因 所以待會的話呢 你就一直討論 要下課要上廁所你就去 然後呢 我會等到 十六分 十六分 才正式開始 好嗎 所以呢 也就是我待會那個白板 我會寫組別的編號 你真正在前面寫差不多十八分的時候 你再寫就好了 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你至少十六分之前要進來囉 下課去吧 待會見 那個門你會用吧 旁邊的那個按鈕 金屬的按鈕把它給你